台北市大殖民宅他县第六天 今天终于开放住户回家拿东西 在坍塌工地完成填食工程之后 最先开放二楼以上单号住户返家 一次二十分钟分三趟拿 但是有住户抱怨 总共才给二十分钟时间实在太仓促 对此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表示 因为考量到人长时间待在倾斜的空间中会不舒服 会尽力让住户先取回贵重物品 从因为塌陷残破的家一 打包贵重物品事故发生后 终于回到惺惺念念的家 想必入眼帘的是残破不堪的镜像 灾民好不容易可以回家拿东西 却还限时二十分钟 当案太短吗 你们赶快反应 莫名其妙 北市府开放塌陷最严重的民宅 十二号上午十点半开始到下午五点半前 三号住户一三五七九可以分批进入取物 分三趟一次二十分钟 但总共只给一小时的时间就有住户不满 不是说好会有最好的安排 怎么只给二十分钟呢 已经没有家了 当然能拿多少是多少要把财算降到最低 而且有些地方可能需要破坏工具撬开 当时受惊慌的逃出来 还不让我们好好拿未免太逼人 我们从外表看好像没有怎么样 但是在进气的时候他是倾斜的 他也许是不能平衡 待在里面如果待了太久 他会这个不输 所以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 他能够把他贵重的物品能够拿出来 受灾户会这么生气也因为赔偿看不到诚意 肇事的基态工程原先承诺提供一亿元 给北市府协助后续安置等费用 但市府防务局一查却发现 基态竟然是会到自己的户头里 双方在杠上 总经理冯先免更呛瞎 不做了要退居第二线 各位在这里有看到他站在第一线吗 没有第一线怎么会退到第二线 在这里只看到灾民的眼泪 我没有看到这一个我们所有该有的 这一个基态表达了该有的态度 不敢因为责任归属乔布隆牵连最无辜的灾民 建议学朋友 杨文豪台报道